QuickKO基因敲除试剂盒是一款极用型产品 GAD RNA敲除效果已经过验证 在进行细胞敲除实验之前 我们建议通过文献资料和预实验 对目的基因和细胞进行全面评估 我们以纸质体、转染方法和六孔版培养的贴笔细胞做示例说明 1.细胞准备 提前一天将处于对数生长期的细胞接种于六孔版中 确保转染时细胞的融合度为60%到80% 实验组用于转染QuickKOGAD RNA和Optimized SP-Cas9 空白对照组不转染任何智力 试剂盒中提供的NC-GAD RNA为不识别人员或属源 已知基因的GAD RNA序列 可根据需要使用构建阴性对照细胞株 2.细胞转染 将QuickKOGAD RNA和Optimized SP-Cas9按1比2比例混合 根据转染效率预计实验的参数转染目的细胞 通常六孔版一个孔所需DNA总量约为2.5微克 3.混合克隆筛选 QuickKOGAD RNA载体带有飘零霉素抗性和红色荧光两种筛选标签 可根据需要选择抗性筛选法或流逝分选负极转染阳性的细胞 这里我们介绍飘零霉素抗性筛选法 首先 根据预试验确认的最低药物致死浓度 用完全培养机配置含飘零霉素的筛选培养机 转染48小时后 混入筛选培养机 空白对照组进行相同换液 接着 每隔2-3天用筛选培养机进行一次换液 直至空白对照组细胞全部被杀死了 最后 将实验组细胞换回不含药物的完全培养机 继续培养2-3天 得到混合克隆细胞 4. 混合克隆鉴定 混合克隆鉴定分为样本处理 PCR扩增 凝胶电勇和桑格测序 样本处理 取部分混合克隆细胞至PCR管中 1000RPM离心5分钟 气上清 将Buffer A和Buffer B按50比1比例配置 1乘C Lysis Buffer 像细胞样本中加入20微生 1乘C Lysis Buffer 充分混匀 55度敷培20分钟 之后95度灭火5分钟 将裂解产物12000RPM离心5分钟 上清转移至新的PCR管备用 PCR扩增 试剂盒采用潮式PCR 需要进行两轮扩增 第一轮母板为细胞裂解上清液 引物为F1和R1 并使用0.5度Touchdown PCR程序 第二轮母板为第一轮PCR产物 引物为F2和R2 使用常规PCR程序 注意将酶至于冰上完全溶解 充分混匀后使用 并在冰上配置PCR反应体系 使用Control Template和水 分别设置阳性对照和阴性对照实验 凝胶电勇 取五微生第二轮PCR产物 使用1.5%穷枝糖凝胶 进行电勇检测 设定横压160伏 电勇20到30分钟 实验组条带应不大于阳性对照组 阴性对照组应无扩增条带 将实验组不同大小的条带 分别回收纯化 进行Sunger测序 Sunger测序 将PCR产物进行Sunger测序 结果与野生型基因序列进行比对 若敲除位点或区域 出现套峰或剪辑缺失现象 则可继续进行后续单克隆筛选 5. 单克隆筛选 可以通过单细胞分选设备 如流氏细胞仪或有限稀释法 获得单克隆细胞 这里我们介绍简单方便的有限稀释法 将混合克隆细胞消化、离心、气上清后 用完全培养机重选 并对细胞进行计数 用完全培养机将细胞稀释至8-10个每毫升浓度 并按照100微升每孔的量 接种于96孔版中 于37度5%二氧化碳培养箱中 培养2-3周 期间定期于显微镜下观察 对有单克隆细胞群落生长的孔进行标记 并适当更换或补充培养机 6.单克隆鉴定 将长有单克隆细胞群落的孔分别进行消化 处理成单细胞悬液 取三分之一量的细胞 按混合克隆鉴定相同方法进行单克隆鉴定 剩余细胞转入48或24孔版进行扩大培养 QuickKO基因敲除试剂盒针对编码基因 采用Multi-Gate RNA策略 能引起目的基因产生不同片段大小的缺失 可优先挑选较大片段缺失的单克隆 进行三个测序 单克隆测序通常会出现以下几种情况 1.测序结果成单一风图 进一步与野生型基因序列比对 出现与野生型基因型完全一致 缺失减积数为3的倍数 缺失减积数为非3的倍数三种情况 通常认为第三种情况符合成功敲除的标准 2.测序结果成套风 此时需将PCR产物进行TA克隆后再进行三个测序 或直接进行三代测序 成功敲除的单克隆细胞应确保不同基因型均产生非3倍数的减积缺失 以上就是QuickKO基因敲除试剂盒使用方法 更多信息可通过扫描屏幕二维码或登陆耐斯官网进入检索页面 输入基因名称或ID 快速找到您感兴趣的试剂盒